這個特效好麻煩 每次都要挺 晚上好 有一點冷 來了來了 這裡光感覺好看一點 我每次在那個燈光頂光照著感覺我人都凸了 但現在照著感覺我頭髮挺多的 我衝在第一就是那個衝在第一時間回來了 因為因為今天有點累 剛剛吃飯的時候還很 還很嗨結果吃完 剛才的車上睡著了就 這個放量可以梳霜嗎 我今天就是你看 這邊一邊一根 這旁邊是扎了辮子的 可是現在頭髮已經沒有了 就是沒有形狀了 非常的凌亂 謝謝I am赫赫送的一個燈光棒 今天是我們那個 扎頭髮扎頭最好的一個姐姐 給我弄的 她最厲害的就是 那種做比較凌亂美的造型 就是會有點那種碎髮 碎髮的感覺 好謝謝你誇我 因為這個我知道這個造型看起來 沒那麼 沒那麼TT子 沒那麼中性我覺得是 撩頭嗎 對對對喜歡你 吃飽了就是 感覺我今天晚上也沒來得及吃飯 所以大家好像 性質很高 但是 除了小包我看吃的最多 大家都是屬於正常的飯量 就沒有吃的特別飽 沒有吃的特別多 小包也是正常發揮 我總共又只搶到了兩隻牛蛙 把這個碎一下 笑死我了 我好像在我直播間裡那個小包小包的那個 紅孩兒的造型被被被被截圖了 笑死了 我吃到最多的一道菜是瓷巴 謝謝俱樂部部長送的二十個螢光棒 謝謝 對呀他就 他就 穿了一個吊袋 然後再把那個 餐廳服務員 而不是服務員 是那個圍兜圍在身上 又是紅色的 就差兩個啾啾了 謝謝斑馬員不賣糖送的四十個螢光棒 謝謝 那個我剛才吃的瓷巴是油炸的 他跟平時吃的那種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平時我感覺飯店裡吃的都是 速凍的 然後炸的 他那是現做的那種感覺 糯糯的 然後那個 豆粉特別好吃 謝謝賬號 以祝孝送的十個引員棒 謝謝 回來啦 我們是 那個分車做的 我們老早就到了 吃完就馬上往回趕 什麼這個ID 來的真是時候 好想做劉捷的汪 阿瓦龍 送的兩個秋天奶茶 謝謝 哎呀 我幾號去北京 怎麼了 你要來迎接我 我明天去 小唐 小唐接我 他說他要來接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隨口說的 帶牌子去接我 什麼牌子 是那種導遊的那種嗎 你好張西小姐 我是你的管家 他 放心吧 他舉著我也看不見的 因為我嚇 坐飛機肯定就是得 就是得 光著臉去 也不戴眼鏡什麼的 自己去嗎 這個 嗯 就不方便透露了 因為跟我同行的人 暫時不想 讓大家知道 到時候他去了 就是你懂吧 總要給別人一個驚喜 我感覺像是我提示了 但好像又沒有提示 你們知道我去就行了 知道別人去幹嘛 已經知道了那就 那就裝不知道 什麼速度就是 趕早不趕晚嗎 就是本來我 就是因為還沒有發工資嗎 我想的是得我發工資了後面再去 但我發現後面可能 不一定有時間 而且沒有人陪我去 哎 小唐爛了 他斷掉 然後我再跟他連 他在那 我打過去了 我連累 可是為什麼沒有 啊 剛剛我 剛剛我 你現在看到我了 我聽到你講話了 我剛剛一直聽著你講話 你說 我就說 我說怎麼我看不見你 但是我看麥是臉上的 你說 現在不會是我能看到他 他看不到我 你說現在不會是他能看到我 我看不到他吧 我就 嗯 還好 沒事 你今天挺可愛的嘛 你們 你幹嘛 你 你不要害羞呀 你害羞我也要害羞 我看我公演 啊 怪不得 蠻不錯的 蠻適合你的 我今天也搞了個髮型 就是現在有點亂了 已經不能進 我剛看了你的那個直播 啊 直播 我剛在幹嘛了 哈哈 你為什麼 你看我直播你不找我臉媽呀 沒有 我後來才看到的 我回來之後 我看到 我看一下你房間 我看你已經直播結束了 我就去看了一眼 看一眼你在幹嘛 哈哈 我是說我播了 我在那播了那麼久 沒有人找我 哈哈 點我 哈哈 剛才 剛才有粉絲問我說 呃你是不是要來接我 他們不相信 他們不相信 唐晨文會來接我 所以我 怎麼我為什麼 怎麼我不像是接你的人嗎 對他們覺得就是 接人是一件特別麻煩的事情 他們不相信你會 了解我 剛才有一次 我剛才不僅會接你 我還我還會帶著你的藍色棒子去接你呢 啊真的嗎 哈哈 我要射死了 哈哈 你是生怕別人不知道 以為你是來追星的 結果看這個 這位粉絲 這位粉絲 還沒有這個小偶像本人 呃 你小偶像 小偶像還沒有粉絲本人高 我看到 我看你落飛 那個飛機落地的那一瞬間 我一開始掰棒子 哈哈 那那也也不變了吧 哈哈 哎呦 哎呦 開玩笑了 啊就是記得到時候舉塊牌子就好了 就嗯 我怕我拿著你的棒子之後 你當場坐飛機回去 那倒不會了 就是我們跟你一起 比如說你對手我打 然後我覺得啊 可能不是給我音樂是在給別人音樂 然後我就跟你一起啊 是誰是誰是誰 哈哈 裝作什麼都不知道一樣 笑死了 我們現在你知道嗎 我的室友已經開始在這裡收拾了 哦 你的室友是誰啊 張晴 哦 不太認識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我不應該問這個問題到時候 呃 哈哈 你這樣就知道了 他也最好玩 為什麼他在收拾東西 因為你要來呀 啊 啊 是這樣的啊 哈哈 你們情勢是 就是 比較 淋亂 我們情勢很乾淨 我們情勢可乾淨呢 就是每天都說是那種 就 那來 我們情勢 嗯 他信了 你來了就知道了 哈哈 那你們情勢亂嗎 嗯 我們情勢 我 我 我不亂 挺乾淨的 哈哈 真的 你不相信 我相信 也不會給你看的 就是 很乾淨的 你下次來了就知道了 我相信 我怕你們宿舍太乾淨了 你一會兒進我們宿舍了之後啊 沒事 我來了之後呢 就是可以就是 幫你那個 到處 哈哈哈哈 垃圾什麼的 如果你覺得太乾淨了的話 我這個人很隨和的 等一下 我怕你從我宿舍就直接離開了 哈哈哈 這個是你的粉絲嗎 蒸汽養樂多 C H E N 送的一個巧克力 謝謝 哈哈哈 嚇 他騙我啊 什麼意思啊 他們宿舍很乾淨嗎 乾淨啊 你下次來了就知道 而且我們請說 好了那我懂了 那我懂了 這裡有個櫃子 有一層是專門放咖啡的 你喝咖啡嗎 你平時喝 愛喝咖啡嗎 我喝 什麼你喝 就是本來你不喝 但是 一喝 我可以喝 那可以喝了吧 那 那也挺好的 我這還有那個 你吃辣嗎 我這還有火筋麵 我喜歡吃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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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 我這裡有那個 那我給你看火筋麵 炸醬味道的 那個火筋麵 希希有個外號叫張希希 哈哈哈 啊這不是外號 這是那個 這不是粉絲給我起的外號 這是 我家裡面人給我起的 因為我 對吧 你知道我是重慶的嗎 我知道 因為我們家那邊有方言 就是 你知道的 知不分嗎 如果我的髒 翻譯是重慶話 就是髒 然後他們喜歡叫我希希 然後馬上加在一起 就是 就是這樣的 哪有人跟女生起這樣的 但是 就是怎麼說呢 就叫我髒希希的人 就會顯得比較親切 應該是你們看得上 因為 你懂的 就是因為 其的名字和本人 就是相差比較大的話 反而會起到那個 非常好的效果 本來 你好 我本來我本來覺得你的外號叫 髒希希 你過來我都不擔心嗎 嗯 你擔心嗎 擔心我們宿舍太糟了 因為你說 我跟你說 擔心 擔心我不夠造 哈哈 沒關係的 就是我 我是處女座的 然後我 嗯還是比較有點潔癖的 嗯 你是什麼 你是什麼 新作來著 啊我知道 你是 你是 我是什麼 六月份的生日 你是 雙子座 哈哈 對吧 對 對 對因為我 悄悄的去看了 那個百度百科應該是 我問你竟然是處女的 對 座 我上身是處女座 啊 那那你就是 我覺得我一點都不處女 對 那你可能是 在對 在某些事情上面 可能會比較處女座 對 真的你 他們說 他們說你說完這句話 我要連夜收拾 哈哈 沒有沒有不會的 就是就是我跟你說 其實大家有誤解 就是 就是處女座呢 對於衛生這個 只是對於別人 但其實我自己 呃 也沒有那麼講究了 就就可能對別人 可能要求多 但是對自己可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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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熟的時候 我就不建議 我現在應該給你看一眼 我室友的表情 錯了 你室友是不是還在慌亂的收拾 啊慌亂 你告訴他沒關係的 哈哈 畢竟 畢竟要入鄉隨俗 我還是懂的 哈哈 嗯 沒關係 我們今天會收拾好的 啊 不用了不用了 就是這個 禮節有點太過於沉重了 哎呀 不行 你過來你過來接我 我就覺得已經非常的好 我們剛剛還在講 他剛剛在講什麼 前輩我跟你說 他說 他說把我趕出去 然後讓你來做 啊這樣啊 那怎麼這樣會帶你啊 哈哈 我們 我們可以和平相處 我們 我們可以 把自己都在一起 謝謝珍惜啊 怎麼會這樣打 把他趕出去 你室友叫什麼來著 就是 那個有沒有 外號 他叫一一 對他一一就可以 這個一 還是這個一 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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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反正 是中文字的一 還是數字的一 還是數字的一 就一二餐廁所都行 嗯 還是 衣山傍水的一 就一 哦 好的 你好一 哈哈 哈哈 你好 哈哈哈 你可以叫他西西 你好西西 哈哈哈哈 完了 沒有 無法直視這個 這個 名字 不要呀 我們一 一 我是來看阿樂師母 雖然都是AAPP 但是這個 這個這個差別有點大 你知道嗎 有一次了 你也可以叫他00 啊 什麼00 不是一一嗎 就是 你知道為什麼別人叫我西西 我現在有點那個 心裡一顫 因為之前 我去給寵物患病的時候 有一隻狗叫西西 哈哈哈哈 就有點尷尬 救命啊 那你還是叫我小西吧 哈哈哈哈哈哈 讓我覺得 怪怪的 有一種 好的 小西也可以 你這樣 好的 親切 挺親切的 只要不叫我前輩就好了 前輩顯得格外的神疏 啊 我我當時真的一直叫你前輩來著 嗯 你這麼大一隻 我這麼小一隻 你叫我前輩我 不用了 我沒有我沒有前輩的架子 不用不用 對我記得教授跟我說 你說不要叫你前輩嗎 我們就是到時候來了 你們 要帶我們去哪裡玩嗎 秘密 秘密 看來是有什麼安排 就是 那個環球影城的話 就是其他的我可能 呃 對北京也不太了解 就之前可能去巡演過幾次 然後 在油堂 嗯 對 其實我有點想想念那個油堂 你知道門口之前有一家那個餃子嗎 就是 蝦餃 你之前呆了 你沒有 你之前呆了 你沒有居然沒有吃過 有個螢光棒 我沒有 我都沒有去油堂演出過 嗯 嗯 當時咱還在看油堂已經沒有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是這樣的 那可能 我也沒有太關心 你在哪裡公演 你現在在 哪個區域呢 我可以帶你去吃啊 我可以帶你去吃那個 那我也沒有怎麼去過油堂那邊 OK 那是他帶你去吃 哈哈哈哈 沒關係沒關係 像就是你可以帶我們去 呃你們那個劇場演出附近的 有什麼好吃的也可以帶帶我 嗯 因為我太熟 你趕不上我們那個什麼 你趕不上我們那個公演 為什麼 因為啊 因為我是周中去的對吧 對 我還想讓你 我還想帶你看我們公演嘛 沒關係 看你在台上傻笑 哈哈哈哈 但是我有看過你們的舞台 你們的舞台好好爽啊 感覺像是一個小型的那種 呃 B50的那種台子 像那個演話劇的那種 是吧 音樂劇的那個 我們的舞台嗎 對 你們舞台一點都不好 真的嗎 那我看直播感覺很好 呃 我們的舞台 嗯 哦 我覺得你們的舞台比較好 哎 那那你過來啊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好像說了一句特別挑 那個什麼的話 哈哈 你來呀 你來呀 哈哈 我 你過來吧 哈哈哈哈 哈哈 邀請你過來玩 我們就是下一次可以 那個 等我去上海 上海拍照 對我們北京的舞台燈光很死亡的 真的嗎 我 只覺得好像 呃 呃 面光好像不太夠 但是因為你比較白 所以還還可以挺好的 挺不錯的 嗯 嗯 我本來還想讓你 我本來還想讓你 嗯 就是在我生日公演的時候過來呢 嗯 那到時候看吧 如果有時間也可以再 再來一趟 哈哈哈哈 啊 我就是覺得你剛剛 剛剛來 嗯 沒關系嘛 反正我們 可以就是 我也來很多天 還還是可以在一起玩嘛 只是公演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看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擋住了 我看到了 我們請示平時都很熱鬧的 我們都是 呃 好多六七個人一起 堆住在一起 每天晚上吃零食什麼的 好好 好好玩呀 嗯 我也 我也要去 你要去 來 可以 應該能很快的融入他們 我可以去給你們燙火雞麵 啊 那倒也不用了 你過來哪有你 哈哈哈 運動的份兒呢 就是這些事情不是我做 平時他們 他們吃什麼都是我給他們煮 真的嗎 加雙筷子的事情 哇 那 那你過來了 我們可以一起跟王丹妮他們一起做飯 可以 我可以給你做飯 我聽 這都是你做飯 現在我可以做 我聽別人的嘴裡說王丹妮很會做飯 對 我也很會 你也很會 那你會還是他會 哈哈 我比較會 真的 那那那就跟著你了這幾天跟著你 跟著你 餐吃的全喝的 你我可以給你做 你想吃什麼 我 你 能做什麼 就是我聽說王丹妮會做那個什麼 涼皮 什麼 嗯 麵皮什麼的 拉麵 我可以 我可以做可以給你做可樂雞翅 可樂 也可以吧 哈哈哈 我想吃麻辣的我想吃辣的 我想吃辣的 我非常 讓我想想 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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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的雞翅就好了 就是你把可樂上面撒點那個辣椒粉就可以了 麻辣味的可樂雞翅 對 我這個人吃飯很不挑 什麼 烤肉烤著那個顏色的肉給給他看一下 給他看一下 不行 我好像聽到了什麼 哈哈 我要騙你 哈哈 哈哈 我可以給你做我真的可以 我可以 可以做 但能不能吃 我 我很會捧場 不行 哈哈 哈哈 你一定要吃 除了我還有瑞姐 你來了之後瑞姐也可以捧場 我怕他吃完王丹妮的就不吃我的 哈哈 吃吃吃吃你的 當然吃了 你要先吃我的 啊 先吃你的 哈哈 要勉強 哎 不不不 我不勉強 哈哈 哈哈 那你來了我給你做 那你們請是 呃 是自己買鍋還是 那你有鍋 哦 他宿舍什麼都有 他 他真的會自己 就是做一宿段七八糟的 所以他宿舍什麼都有 而且他宿舍的床賊大 我們可以一起在他床上玩遊戲 哎 哎 你們平時你們平時在中心怎麼玩 就是 紙牌遊戲還是 那個 有沒有什麼那種 之類的 我們你知道嗎 我們宿舍 我們幾個宿舍都是 就是地上鋪的那個地板 你知道嗎 啊我們可以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 就直接坐在那個地上 我們有時候晚上就 你知道嗎 我們有那個 就是畫愛在心口難開 還是什麼在心口難開 你玩過那個嗎 是什麼 就是頭上綁一個那個 然後 這裡有副牌 然後你不能說你自己 頭上那個牌的那個姿 你別人是吧 要讓別人說出來 對 對對對 害你在心口難開 就是你要讓別人說出來 然後你不能說出來那種 那我這個人 給大家一起玩 那我 我會不會把遊戲給玩死了 因為我就是這個人 不說話 你對 我西字如今 不會的我們已經拿你說的 那那那行吧 我覺得你是一個非常 活潑積積向上的人 一定會就是 你這就是你只要畫多 我也肯定畫很 沒關係 那我們可以這樣 我們兩個一組 他們兩個一組 然後你上去玩 可以 我可以 他說你是個好 你明天是不是要很早起床啊 是的 我現在什麼都還沒有收拾 嗯 哈哈 我不會錯馬甲 然後 哦 我想問一下北京的天氣怎麼 我覺得還挺冷的 你出去穿的是什麼 羽絨服還是 嗯 大衣還是 那種薄的那種夾克 假克 假克不行 大衣可以嗎 薄薄的那種 沒關係 你可以帶薄薄到 我有好幾個羽絨服的 你要冷了可以穿我的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那我就穿 好 我知道了 未來一周最高溫度15度 15度 那最高溫度 一個羽絨服可能不至於 就是大概穿一個 你可以你可以穿 就是隨便穿什麼過來 然後要是冷的話 你可以穿我的 可以挺好 不錯 我的可以穿啊 好 雖然可能有點大 但是 嗯 好穿就行了 但是我覺得中午應該還好 中午應該就是那種 有太陽的就還好 就是早上晚上會很冷 如果晚上出門的話 就會很冷 真的很冷 那我知道了 這牙牙要來北伴了 嗯 他要過來了 哎 哦好的好的謝謝 完了我身份就在我室友那 你們一起玩幾天啊 我們一起玩 我不告訴你 快點 你們一起玩幾天我 看我的手 嘿 沒有我就是 我這個大使人在想說 我是你們未來這幾天的 演得棒 你聽到他說什麼了嗎 你看不慣你可以加入我們 哈哈哈哈 不然不然他加入 他昨天還不能搭搭搭 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 他不能搭搭搭 你可以帶著你的搭搭 一起來跟我們玩 我搭搭今天剛動演完 好好的 怎麼了他有點累 她 沒事到時候我再去忙 嗯 我跟你們玩啊 火燈電燈泡啊 沒有 最喜歡的就是 沒事 那你要是去找你搭檔的時候 我也跟著去 我去給他們現場直播 你去給他們捧場 對對對 你去啊 你这 好了 你们俩没进去 快乐就可以了 不用在乎我 好吧 笑死 还好这次我们人多 我们多多都可以一起出去玩 很热闹一点 失控了 你们为庞之威 你问我单纯的目的就是 想让我走 让我去看 没有 你们俩一起住 我才没有 没有 我没有 没有 我没有 你们那边 那个疫情怎么样呀 因为我们上海这边 有点 哦你们是不是带新啊 对 我就怕因为上海这边 就是机场 他说可以不用核酸 但是好像去那边需要 对对对 到了北京 过来就被隔离了 不应该不会隔离了 你到了北京之后 我们可以先带你们一起去做核酸 我们这里附近好多好多核酸 可快呢 20分钟就没了 20分钟就没了 我跟你说 我今天去做核酸 然后 我说姐姐可不可以轻一点 然后 她的棉签先戳到我的喉咙 然后又戳我的鼻子 现在做核酸室做两次 你们做两个 对两个都做 然后我感觉我鼻子破皮了 叫了半天 还好还好我们只坐这里 那就好 买卖来吧 没有关系 把你隔离到我们这里 哈哈哈哈 我们这边管的特别严格 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规矩 就是 嗯 你去公演吗 要坐大巴吗 要坐车吗 就是有那个中心到剧场的那个 车 完了迟到的话 我们就会扣钱 我们也扣 对 然后如果不去的话 就更扣 我们今天还 我们也扣 但是我们扣的 扣的很少 羡慕了 我们每次 我们今天不是刚公演完吗 我们每次公演结束之后 我们姐姐都会坐在那里开会 就是 什么第一首歌 永远永远 谁谁哪里哪里错了 谁谁哪里哪里错了 然后 芒果女孩 谁谁哪里哪里错 谁谁哪里哪里错了 搓三个加起来就开始扣钱 那现在扣的好多 你知道吗 我们当时去上海的时候 姐姐说迟到一次 可以给她们说多少钱吗 反正就是迟到一次好几百 在我们这里迟到一次 就是几十块钱吧 二十三十左右吧 那我觉得 以你们那边 就是错动作来算的话 那 我们恩队的话 就是可能 那个 多的钱都去了 就是可能 就是回不了本 你知道吧 就是工资全搭进去了 救命 真的全军覆没 就白干了这个月 所以 挺羡慕 挺羡慕你们就是 能有如此严格的制度 因为我觉得感谢公司放过了我们 我们每次开会 我们每次最后开会的时候都是那种 就坐在那里 不要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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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 你们真的哭得好狠 是呀 是呀 你今天要不要早一点睡 因为我担心你 就是等明天 就是起步来 因为毕竟那天啊 我那个什么突击检查 发现你好像 我们这边没有时差 就是差不多 就是 跟那个点起来 我怕 我是担心你明天起步来 我不睡了 你不睡了 那怎么行的 因为 因为 因为我明天 其实 还挺 就是 也没有早一点 就属于你 刚刚睡不醒的 那个时间点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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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 我一会儿跟你结束了之后 我就要先把我们宿舍收拾干净 没事 你不用在意这个事情 我真的不会介意的 不行 我不可以 我不介意 不行 那 那那那好吧 那你 也不要收拾的太干净了 我会有压力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不是怕你有压力 我是怕你室友有压力 我 你可能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 哎你们不要收拾太干净 不要收拾太干净 然后进来的时候 这是我们收拾过的 哈哈哈 不会的 不会的 我跟你们一起收拾行吗 哈哈哈 我们刚刚就在说 你进来的时候 我就给你塞一副手套 塞一个扫吧 哈哈哈 哦 那大 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 我有点接受不起 哈哈哈 开玩笑 哎呀 我看看 现在 哦 现在几点了呀 哎呀 哦 我也想看看 现在几点了 十点十三 你要收拾东西吗 差不多了 那你 也不要收拾的太晚了吧 去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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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看看我的帮子哈 我会给你拍反兔的 拜拜 拜拜 我来 拜拜 刚才好像有人送礼物了 我现在来谢谢一下 可能跳的太远了 我就只能口头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你们送的礼物 是的 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嘛 我我在想他明天不会拿错印原色吧 虽然没有见了面就开始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了 希望他不像我 就是脑子不那么好使 因为这样的话 我觉得 还能 稍微 作为朋友可以互补一下 别人双子座 那 加在一起相当于有三个人了 对吧 再加上他室友 就刚好三不缺一就刚好四个人 嗯 我的眉毛怎么这么奇怪 小爱同学 声音小一点 应该不会错过了 我是只是怕明天 我可能在飞机上睡着了 然后醒来下飞机 就是看到那一幕 我不知道我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小激动 还可以 有一点 可能现在还没有感觉吧 明天就是那个 一上飞机一下飞机 那个氛围感就拉满了 这是时间问题 就是我那个 我不是 我昨天 我不是出了趟门吗 是出一晒太阳 但其实我是出去买礼物去了 因为总不能两手空空去见人家 然后之前我给他私信问过他 就是问他喜欢什么颜色来着 然后他这个两个颜色也蛮鲜明的 一个是粉色 一个是红色 就是反差蛮大的两个颜色 但就是还没有告诉人家 对对对我买买的粉红色的 所以呢我可能等会说是东西呢会弄一个大一点的箱子 因为我怕东西装不下 衣服 好的呢 我真的决定就是带一个不那么厚的衣服去 然后到时候穿它 如果冷的话 因为厚衣服真的没办法往行李箱里塞 哦暖宝宝 对对对对 我的暖宝宝只有贴脚的那种 我之前想起来之前 我把贴贴在脚上的那种暖宝宝贴在我的 贴在我的衣服上 尴尬事情发生了 我走在商场里面走着走着 然后 一个鞋垫就掉出来了 就那个暖宝宝长得特别像鞋垫 就从我的衣服里掉出来了 在我第二次掉的时候 有人就说提醒我 说安 你好你的东西掉了 我 尴尬的两脚趾抠地 你说我是剪还是不剪 谢谢梅影一直送的十个玫瑰花 他肯定想这个美女身上有暗器 提醒我 可能他眼睛近视 根本没看到是什么东西 就看到一坨东西掉出来了 最好的人就是 你掉钱人家提醒你 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路人 我再剥五分钟 我就去收拾东西了 因为我生怕我 就是那个带不够东西 我要把我的家长全部带过去 怼了一个清淡 谢谢田斑马 不是 谢谢斑马园不卖他 送的四十个荧光棒 谢谢 当然会起来的 我这个关键身后 我绝不掉链子 对我身份证 之前 好像是 我也是 就就是 干嘛来着 反正就用了一下 就一直放在刘姐那 没有拿回来 结果他刚刚 救了命般的跟我说 你的身份证 我给你放在哪 到哪 太好了 谢谢俱乐部部长 送到四个荧光棒 谢谢 谢谢勇吉祥 送的一个荧光棒 谢谢 谢谢 好像还有个好东西 就是 如果你没有身份证的话 其实 有一个软件 他好像直接 你扫那个电子码 你就进去了 就那种快速通道 也不用看身份证的 你直接把那个 拿给他看 就取票的时候 也用那个二维嘛 近站的时候 也用那个二维嘛 不是23064 是哎呀我忘记了 是一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的一个软件 只有上海能用 我记性太差了 我知道温度娘 你在百度里搜索 上飞机没有身份证应该怎么办 然后就应该会出来了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除了身份证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进入那个什么登机 我有一次就身份证掉了 就是回去不办身份证 我就是用的那个软件 好像是一个什么公安部门 就是公安部门出的一个软件 小程序 当然我也不想掉身份证 毕竟我刚补班的身份证特别漂亮 看看 就是很漂亮 就是跟我现在长得一样 我的身份证 因为你们知道吗 就是身份证它不能化妆 但我那天化妆了 我化了一个裸妆 就是像眉花一样 我的眉毛就这样稍微秒了一秒 化就是用那个眼线笔 在我眼睛里面点点点点点点点 就是没有这种拉长的眼线 再把睫毛夹翘一下 擦了一个那种唇油 打了一个非常薄的底 就像化了妆一样 嗯花淡一点 他们不会说什么的 反正当时我拍的时候 那个工作人员惊了 他他他拍完了 就是他看一下照片 再看一下我的人 再看一下照片 我不知道 这个意思是不是说 照片与本人不符 还是怎么样 还是说 他看出来我化妆了 但是看照片 好像又感觉没化妆 后面 可能他觉得拍的太好看了吧 他还帮我修了一修头发 就是毛边给我修了一修 因为没有做头发 有点扁 他还给我 就是把头给我劈圆了 不然我的头就是缺一块 是不是跟本人长得像的情况太长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本人好看 身份证丑 对吧 可能我去拍的时候 正是他们那个 补半的低风期 就是没有什么人 我上午早上第一个去的 就只有两个人 而且那天下雨 就只有两个人去弄身份证 就拍了很慢 一般你们去补过身份证的人 应该知道 你一般的 还没粘住 只要你眼睛看着摄像头了 就已经给你咔嚓下来了 所以 大家身份证一般都会比较丑 有的人 有的人就是为了想拍好看的身份证 故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丢了 然后再去办一个新的 但不是说有了新身份证 老的那个就会被注销吗 不然的话坏人捡到了 那不是照样能用 因为大家的身份证都 就是 可能都看不出来 可能捡到身份证的那个人 和那个照片上的人 长得有点相似 都不好说 一样用 那不是 那不是如果身份证 有点那种认不出来的人 我随便谁都能冒充他 那我有一点担心我这身份证到底掉哪儿了 人工拍的 不都是人按机器 机器拍你拍人吗 把旧证收走 那可是你挂的是 你可以挂 丢失 身份证丢失啊 就是其实在你手上 你带你挂的丢失 挂了之后 然后再补半个就好了 机器太难用了 是机器太太不过于讲究了 太不讲究了 过于丑 那个相机拍出来 比真的 长得要 丑很多 身份证一般是 用多少年来着 十年还是二十年 我只知道你 小的时候身份证得几年以换 就是得五年以换 因为小时候长得比较快 可能会变样 十年 二十年 嗯 那就是先是一个十年 再是二十年 哦 那我 那个身份证可以用二十年 太好了 我一定要保存 现在 哦 二十年就是我 那个四十岁了 哇 好牛啊 到时候会不会认不出来了 四十岁就不长这个样子 我长下没什么 确实那也是吧 就是感觉以前 小时候都很土 长大了之后才会想要 打扮自己 另外一种 可能吧 不敢想象 先过好现在 我突然想起来 就是 嗯 过生日的时候 他 他说他没有想到 我会给他写信 可能我就是这么说呢 经常会被人误会吧 就是 是那样的 因为 他就是觉得 我 可能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 确实我给人的第一感觉 就很 很冷 很很远的感觉 但我觉得我就是有一点 先就是外冷内热的那种 其实有时候就是 嗯 因为以前我可能是不会也不会说出来 就比如说我对你的 我对你的情感 我对你的喜欢 我也不会表达出来 可能就会平时 啊 比如说多让着你呀 或者是多给你做点事情呀 这种之类的 我觉得我就就算是表达出来了 但是我发现 时间一久了 我发现 其实你不说的话 根本没有人知道 就是 就是感觉现在 嗯 算是成长了一点吧 就是没有那么 说 那 去各地不是 刻意的去避讳 不说什么 或者是不刻意的 就是不 不去表达什么 就现在就觉得我是怎么想的 就直接说出来就会比较好 嗯 当然 嗯 让人造成 那个 那种感觉 对 我也一直在 这方面在 反思 自己 吃亏到没什么 主要是 主要是我觉得是 没办法 真正的去 嗯 很好的表达自己 就 就误会 你们懂吧 就是明明我觉得 你在我心里面 是这样的位置 但是呢 你却感觉 不是这样子的 是另外一种感觉 就可能 嗯 跟我表达的成 就是那个差别比较大的话 我可能就不太能接受 因为说实话也是身边就是 我觉得是比较亲近的人 可能才会跟你说这些 我会说就是 嗯 一些问题 表达的一些看法和反应 对 因为说实话 人与人间相处 如果你相互折磨的话 就 不是折磨 是相互琢磨 相互琢磨的话 就会比较 累 是的 但其实我觉得 我是一个那种 会想的比较多的人 就是心思会比较细腻的 就不会直接表达 就比如说 今天蕊子说 那个 说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说给我调椅子 然后我 第一反应是 啊 我觉得 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啊 不值得别人帮助 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 我形容对不对 就差不多吧 就是我觉得啊 就是说你就是居然会主动 说帮我调椅子 我觉得是比较诧异 然后 然后就 可能自己在想问题 就忽略了 回答别人 对 对就是 就比较迟钝 以我为中心 那那倒也不需要 感觉我是来那个 嘉欣如来训练 训练我 发言 训练我的 那个什么 情商性格 磨练我的意志 还有我的忍耐力 表达感情的技巧 可能是吧 是的 那个相遇不易 就是得 好好珍惜 有爱大师说 可能是吧 哎呦 因为说实话 也不是 什么人都是 生来就是 天生能说会道的 我觉得是 每个人都有 表达自己的方式 当然 我觉得说话 是最直接的 因为不需要 人家去猜 但是我也不希望 只是 只听说的 但是 就是不看 就是实质性的 就是得两个同时进行才可以 这说到这里 我又不得不说一下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跟从小的 遇到东西和境地不一样吧 像我为什么小时候会比较 不爱表达呢 因为我小时候没有表达的环境 因为小时候你没有觉得你自己是在被爱的环境下长大的 当然我不是说我的家人不爱我 是 只是我就是从小在外面就自己一个人读书 然后呢 就是会住校什么的 就是也没有 就是你住校 你星期到星期五都住校 你所以你更多的是和你的同龄人交流 然后呢 再加上因为我不爱说话 也比较可能性格方面 就是比较安静的那种 然后小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惹到了老师 然后呢 这还是我妈妈跟我说的 因为其实我记不太清了 我只觉得小时候 就是可能遇到的人也不那么善良 然后我就 我妈妈跟我说 我小的时候经常说 老师给我扎头发特别的疼 因为小时候不会扎头发 就一二年级的时候 再后来 我看我妈妈跟我说 她说她有一次去学校找了校长 是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她说她说学校的老师 带着班上的人孤立我 说我 说我给她说 一个人 说我一个人坐在垃圾角 不我小的时候很听很听话 但是呢 就是说 就是特别害怕就是说被人关注 好就是说嗯就是我记得可能小时候记忆就是叫我起来读课文 但是我不读 因为我现在想一下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觉得有点色恐就不喜欢大家看着我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没有过 然后就是那个老师就针对我 因为我因为因为我被老师骂了欺负了然后我也不会说的那种也不会哭 再后来那个老师他就离职了 不是被我气的 是因为他可能觉得为人师表做的不够好吧 我本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三年级 但是他让我去二年级考试 结果我考了一个一百分我开心死了 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说当时我妈妈去找了校长 然后就跟她说了一些事情 然后维护了一下我 后面可能校长觉得也不太妥 就可能就离职了就被开除了 小时候还因为就是可能这种类似的吧 就老师直接一巴掌拍过来拍我的后脑勺 然后我的头发就被拍歪了 就本来扎着个马回重这一巴掌给我拍到这边了 就是小时候是很害怕 本来就害怕了然后再这样一对我我就更没有话说了 是的 以前老师都好喜欢打人 还有你 那种就没办法 就是硬性条件的 比如说你插一分 你就是顶了个线 你没有到那个你插一分你就打一板子 不明白为什么 哦 小孩同学 你博完了 嗯 好的 看到大家都是被打过的人 我以后就不会打小孩 小孩同学 如果我是老师的话我就不会打小孩 我要让他自己知道自己的错误 或者是嗯 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不太好 不太妙 可能也不是不对 那个不对可能只是老师眼中的不对 是的 但但就是怎么说呢 可能只是一部分的原因 一部分的经历 就是对我的性格有点影响 但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吧 我觉得 大家都是苦过来的人 所以我不想 我不想如果万一以后我也叫小孩子了 对吧 然后我也不想让他那么有一个心里阴影的童年 是的 打人是吃最差的 现在应该也没有老师敢打小孩了 我 小时候我感觉我也不是很漂亮 就是就是可能小时候我就长得很小 我妈妈帮我穿穿的很漂亮 但我自己从来都没有穿过运动 就是那样就你有什么的时候 你会想其他的东西 对 是的呢 大家都是这么惨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那个老师 现在老师都是 就是应该是90后吧 90后应该都不会打小孩 起的钥匙也不能打 是的 只能自己的办公室 起的跺脚 屁股做通 撒气 这 这是什么 现在都不流行打小孩 家长领会去揍 也不能自己 确实 但是有的家长 他就会比较包庇小孩 就觉得没事 做错了没关系 教育局 对 如果当年那个事情 校长没有处理的话 估计真的要搞到教育局去 我是长大才知道 就是小时候就觉得自己在学校里面不开心 然后就记得一句话就是 之前有一次好像是什么特殊的节日还是什么 然后其他小伙伴好像跟我说了一句 他今天是什么什么节日 他说我们就我们就不要欺负他了 就是类似于这种话 就是可能跟同学之间也不是特别的友好 虽然是不开心的童年 但是你们知道的 有时候就是那么苦尽干来 可能我最开心 小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踢腱子跳绳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这个人爱运动吧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挥洒汗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属于比较忘我的状态 就会比较解压 生活很多态度就会跟随权为准 但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没有 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因为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得确认他的强大 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不能以强欺弱 因为我觉得向上蹦的人应该也不会理下面的人 就向上蹦的人应该只看着他上面的人 而不是去看就是比他不好的人 谢谢两堆乱马送的十二个荧光棒 还有 送的24个玫瑰花 谢谢 哇 我播了好久了 小孩跟着老师的态度 那应该是这个就是另外一种 就是要老师要以身足责 好了 今天很开心和你和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有可能是因为那个蕊瑞生日公园让我想到了一些东西 所以呢就分享给大家 是的 我觉得 坏的人就应该用 坏的人来对待他 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人 总会有一样的人来收拾他 谢谢 吃饱饭就睡觉送的是个荧光棒 对 坏人自由坏人魔 好人不要跟坏人一板计较 好了大家我该走了 下次我们再聊 下次我们再聊 接下来就是开心的算是假期了 到时候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那个什么照片什么的 谢谢 谢谢帐好一株销送的玫瑰花 还有 A L I A N E C 送的是个玫瑰花 谢谢 明信片好的好的 好了大家早点再玩一会再休息吧 现在还有点早 Vlog当然了 我要从等会儿开始拍 但如果能不能剪 能不能剪得出来就是个问题了 照片使用 偷懒是小狗 我是小狗 邦邦邦 晚安大家 谢谢